提前迎接11月11号退伍军人节的到来 加州州长布朗最近特别访问了南加州圣安东泥山社区学院 新洛城的退伍军人资源中心 用实际行动表达对退伍军人的关心 州长布朗在加州参议员纽曼 和涛市市长苏王秀兰等民选官员的陪同下 参观了退伍军人资源中心 而70年前曾经作为加州军事医院的圣安东泥山社区学院 在得到加州政府500万预算的支援下 建立了共计三层楼高的退伍军人资源中心 未来将在教育、房屋、健康和就业辅导方面 为退伍军人以及学生提供全面的支持 东斯新闻 彭迪 朱光宇在洛杉矶的 采访报道